欢迎收听直北真 我是跟你一起指方向找故事美好人生的说书人 这一集我们同样来到世事难料这个单元 不同的世代相同的事件 我们希望不难料理 如何不难料理呢 当然我觉得主要还是能够了解这两个世代有什么样的鸿沟或差异 然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默契或者是共同的一些做法能够突破这个鸿沟 我们持续来到了这一集 那现在坐在我的对面的是迦艾 迦艾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郭迦艾 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好的,再度来到我们中年大叔跟高中女生的时间 迦艾知道我们这一集要聊什么题目吗 我们这一集是要聊暑假,对吧 暑假,对,没错 我本来想说丢个问题给你看看你会不会措手不及 这就是我们这种不同世代的沟通方法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来谈暑假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暑假 对,现在刚好是暑假 我加艾,你最近你有放暑假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 为什么完全没有 因为就要准备学测 就刚好无缝接轨 就过个假日 然后就开始又继续上课 无缝接轨 对啊,因为刚刚听众朋友也听到 加艾是即将升高三的 其实不能说准啊 因为暑假你就是算高三 就是高三的学生嘛 所以我想今年比较特别是因为 比较没有暑假感觉 是因为在放暑假之前 已经开始放了两个月的在家学习假 对,那段时间比较轻松一点啊 的确 是真的哦 我觉得啦 就是心态其实 因为见不到同学,见不到老师 就没有办法面对面 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会比较轻松 然后心态就会比较 没有那么紧绷 可是那你暑假 暑假有要见到同学吗 暑假,暑假的话 有机会 就是对着荧幕啦 没有啊,如果三级警戒解除 就会回到学校了吧 有 学校应该也是希望我们回去考模拟考啦 可是不知道 那我问一下 你是比较喜欢回到学校上课的感觉 还是现在线上上课的感觉 如果真的想要的话 因为喜欢 但是喜欢线上啊 就轻松 可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要回去学校 不然的话那个真的会完蛋 就是 真的会比较放松啊 比较 自制力没有那么高的话 就是 那我给你一个问题哦 如果现在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比例 在家学习跟上课 你觉得几层就比重 几比几你觉得是最舒服的 几层再加几层再 对对对对 最舒服哦 是舒服还是效率 好 果然这问题 这是不同的导向会有不同的答案 没错 我们就是想办法来这个 这个解除两代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洪沟 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或者是很多的认定是一样的 但我讲的舒服是说对一个学生来讲 是你觉得又可以达到学习效果 然后又觉得可以免除掉平常上课一些障碍的方式 你自己有没有比例 比例哦 我先讲我的比例好了 你等一下再讲讲 我的比例哦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是 比如说我在学校教书嘛 那我觉得可能是类似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这样概念嘛 就是33.33比66.67这个概念 然后三分之一可能是在家 对我来讲 然后三分之二可能是在校 我的概念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分之一 因为你照理说老师备课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每个礼拜这样备 那偶尔有一两次可能 不是说不想备课 是我们想要改用其他方法 然后让我们可以稍微喘口气 喘口气 所以我把它定义叫做老师的喘息服务 你有听过喘息服务这个名词吗 没有耶 喘息服务一般是说 大部分是应用在就是家里有长辈要照料 比如说卧床 那你每天进屋 常照那一种的吗 对 那有有有 那喘息就是说让你休个一天假 或者是一两天 然后你就可以外出 也不一定是休假 你可能是去采买 或者是这个恰功 寄个信 甚至于去洗个头发什么之类的 因为你知道照顾长辈 其实长时间很辛苦 对对对 那我是觉得老师或学生一样 因为长时间在学校也是蛮辛苦 所以偶尔有个喘息服务 听起来不错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比例 那你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礼拜的某一天的下午之类的 偶尔有一个半天让你们可以稍微 对对对 好 这个其实我们经过这波疫情可以去思考看看 因为教育真的可以不一样 那很多的制度可以改变 就像说以前的这个假期暑假 就含假一个月暑假两个月 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不一定有暑假你知道吗 是 就是直接 应该是说有一些学生他想要早点毕业 他暑假也会猛修学分 他几乎可以提早 人家大四毕业 他大三就有学分修满 就毕业 然后又比如像我以前念在职班 我们是没有暑假的 我们一年有三个学期 对啊 所以我们没有暑假 那时候操散只有过年那几天可以放假 不然一直都在写报告 全年无休 对对对 没错 那回过头 我们暑假这个话题好了 家爱你觉得 你自己感觉 你可能没有历经过你爸妈那个年代的暑假 但你觉得现在这个暑假 现在的这个时期的暑假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跟以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意义有 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要工作嘛 就平常也没有人照顾我 然后 对 然后 其实爷爷奶奶之类的 其实也都不在 都在不同的线市 也都蛮有距离的 所以其实我的暑假 古小的暑假都是在一些安清班啊 或同学朋友家度过 嗯 那这样子是happy还是 是开心的 都有 对 就因为在安清班其实是很有系统嘛 他就规定你早上可能就写作业 然后下午有什么活动之类的 其实也蛮充实 也可以认识到不同人啦 很多不同学校的小朋友 因为我不是在 就是学 学区内读国小的 嗯 所以你觉得安清班可以 开阔你的人际视野吗 嗯 有 真的有 好 所以 你以前暑假大部分在安清班度过 对 OK 然后反正就很规律的生活嘛 早上功课 对 其实就跟去学校差不多 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对对对 没错 好 然后 你觉得 那你有参加过什么 暑期夏令营什么之类的吗 嗯 其实我还蛮少参加这种活动的 嗯 一方面是接送问 问题啦 就 因为 对啊 而且他 可能下课 就是他可能结束营队的时候 可能是下午 可能三四点之类的 可是父母的下班时间 就没有办法那么的配合 嗯 对 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 想说 哦 我想参加什么活动 然后去跟父母讲 所以其实也还好 嗯 那 暑假作业这件事情呢 暑假作业 我上一份写的暑假作业 应该 就是那种很有系统的 每一科都有那种暑假作业 应该真的是 国小升国中的时候 哦 国小升国中 对 可是 就是那时候 新学一下 就国中那时候 有说要写什么作业 就是什么数学要干嘛 国文要干嘛 嗯 可是那时候我都很乖一些了 那结果 新生训练结束 然后高一进去的时候 老师也 国一进去的时候 老师也没有收 我们班导直接说 那我们就不收作业了 哎哟 哎哟 可是老师也不想改 所以你觉得像国小 国小的作业 你没什么印象吗 暑假作业 有 有的 还蛮多元的 你觉得多元 累吗 嗯 累 真的蛮累 就是 因为我们国小是那种 还蛮小的学校 然后老师 也很少 就老师雇的班级也都很少 所以老师们出作业 也都相对用心 我觉得 嗯 就 很多大学校的那种 国小暑假作业 是不是都是买那种 大 大本子 然后里面可能就有 国音术 然后就什么都有 然后一天写一回之类的 嗯 可是我们以前小学就不是 就是 老师们自己 制定的一些 蛮有趣的作业 嗯 可是这样 内容就蛮多的 然后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就是你真的可能 整个暑假都要 花 可能一天就 可能真的要花一段时间来完成 不然你 机到最后一天再做 真的会死掉 所以 所以你有 你有过那个经验吗 就暑假 末 就是 快结束的时候 尾巴的时候 都拼命在赶作业 嗯 有分配布局 就是前面都觉得 嗯 我今天应该写 这样就够了吧 然后结果到最后 一个礼拜翻唱不太够 然后那空飙 哦 OK 好哦 那国中的 国中的暑假作业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国中 国中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会有暑期辅导 就舒服 嗯 舒服可能就快要一个月这样 嗯 所以其实 老师不太出作业 就其实上课本身就很多作业 对啊 就国中老师 不是都很喜欢出一些讲义啊 CT作业 哦 然后高中就随便你要写不写嘛 所以你们也会 要买很多所谓课外那种 所谓的 讲义 我想一下 我等一下再讲一下我们的年代 那我们先透露一下 那是什么 超群 男一 你们现在叫什么 康轩 还是什么 男一还是有 还是有 嗯 好哦 所以听起来你的暑假很多时间都是在作业 或者是规律的生活里面度过 好 这可能是你现在 现在的类 就是那个 呃 现在的你的暑假 是别人的type 众多type的一种 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像国家一样 对 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学生 其实我个人听起来是蛮悲惨的 哈哈哈哈 对 我也不会特别想去跟朋友玩 这是 嗯 可能我比较宅吧 就比较不喜欢往外 对啊 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众多种类其中的一种 然后 好 但是 我相信这一种也不是少数啦 因为你讲第一个 比如说 因为家长工作 所以 小朋友尤其国小的时候 他不能单独在家 所以势必安排 安亲班 这我想很多 应该很多同学是这个样子度过的 然后再过来是说 作业嘛 暑假作业 我想这个大同小异 我们说教育啊 然后要创新革新啊 改革啊 可是我 我讲实在话 二三十年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作业 有什么样特别的革新跟改革 就我讲的比 我讲的东西是要有一个benchmark 就是说对照住啦 比如说 各位你知道美国的开放式教育啊 他们的学生的作业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经常会是 比如说 老师就出一个题目 跟你在以前的国小小学校有点类似 就出一个题目 然后你自己去图书馆找资料 或做什么样的东西回来 所以他们会练习 他们会被训练做很多的类似简报报告之类的 现在学校学生也很多啦 但是这是其他的国家或不同的话 对 那接下来 没有那么早就做这个吧 对 我们是 我可能国中开始陆续有 国小现在有一些 可是他们的很多的教育 其实是 所谓的开放式并不是说不管 就是说他用导引的方式 然后让你自己去 去学习去运作 所以 训练出来 你看学生就有不一样的思维 我没有讲谁比较好 但是方式不一样 学生最后呈现出来的成果会不太一样 对 那我也不可问说 我们这边学生可能相对有一些 比较扎实的训练 基础比较好 花比较多时间在基础 对 好 但是现在讲的是你 现在是你这一块 那我现在想要讲的是说 那以前30 就是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 就是我跟你差了快30 那这30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多 我讲的也是众多type其中的一种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里 你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type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很多因为家长一样都要工作 这30几年唯一不变就是家长都要工作 从来没有改变人是小朋友去工作 然后家长在家没这回事 对 这赚钱还是始终不变的一个改变 那那怎么办 那以前那个年代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 不能说安亲班没有 是安亲班花钱 对 你知道哪边不用花钱就可以安亲吗 家里 谁的家里 谁的家里 朋友的家里 谁 朋友管你 你小朋友送来我这里 有啦 你拿点费用来 那还是安亲班 就变保姆班之类的 阿公阿嬷的家里 不管是外公外婆 还是阿公阿嬷 反正一个家庭 正常来讲的话 爸爸妈妈 网上各有两个长辈 所以有四个长辈 至少有两个家庭可以选择 所以看你是要把他送去外公外婆家 还是送去阿公阿嬷家 我想这边听到这些很多人就点头 对对 我小时候的暑假 寒假可能不一定 因为寒假比较短 而且花过年 那暑假两个月比较长 所以就有可能被送去阿公阿嬷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 可能很多人 对阿公阿嬷的情感 是非常深厚的 因为那两个月 就会住在一起 而且每年两个月 对 所以至少国小六年积下来 至少也累积了 六二十二 也累积一年份 所以你有听过 这个魔法阿嬷这部电影吗 有有有 还有左赫阿嬷 有有 那个日本的那一部 对你看 这些电影的背景 其实就在聊说 去阿嬷家 可是去阿嬷家 可是你看还有一个 为什么我们都讲 去阿嬷家 不是去阿公家 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们要去阿公阿嬷家了 比较少听到 可是阿公阿嬷 明明就住在一起 又不是说什么分居 什么之类的 对啊 因为台湾平均年龄 就是男生比较 寿命比较短 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是 阿公已经离开 然后阿嬷还在 现在很多家庭都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习惯说去阿嬷家 所以才有什么 左赫阿嬷 魔法阿嬷 有没有 然后去阿嬷家就会 因为阿嬷家很多 就像你讲的 因为阿公阿嬷 长辈很多是住在乡下 就比较不方便 对 所以就会有很多故事 在这时候发生了 什么 你知道以前阿嬷那种 老人家长辈乡下 有时候那个厕所 不是在家里面 你知道吗 厕所 听过 就是或者是简称毛坑 就是在外面 就可能要出家门 对对对 然后你想想看 你半夜 如果两点想尿尿 然后尤其是女生 那很可怕 好可怕 你看起来 然后离开那个 可能三合院 然后那个房间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 然后再走到那个 厕所里面去 不会放一个 那个小尿筒子 你答对了 所以很多 包含长辈自己 那个尿盆 夜壶就是这样来 阿嬷家有 我看到过 对对对 其实长辈 他们有这个习惯 因为可能 以前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他们就会 比如说 上洗手间 晚上起来 他就是直接用了尿盆 所以我小时候 都还有帮我阿嬷 倒过尿盆 洗过那个夜壶 那件事情 现在讲这种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可怕 不知道那什么 一回事 明明洗手间 就在房间旁边 之类的 好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情形嘛 就是暑假 可能会回到阿公阿嬷家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像我小时候家里 我们家里是开店面的 对 就是 类似用酒 干嘛店 就是小时候 算是干嘛店 然后就是什么都卖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 蛮幸福的 就是说 对啦 我现在也只能说 我现在这种身材 小时候可能跟这种 幸福有关系 就是我们家 比如说那汽水饮料 小孩子的天堂 就是随手可得 这样子 所以 我小时候要研究一种 研究过一件事情 你知道那个 以前我们的易开罐 梳跑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现在应该没有 没看过 就拉开里面 那个铁丸拉开 拉开里面会有那个 那个中奖资讯 比如说再来一罐 我现在是 以前 我记得小时候 那个可乐 那种宝特瓶装的 然后那个盖子上面 会写 有没有中奖 就类似 但最早期的时候 它的前身是在 那个罐装 现在还有那个 那个铁罐 滤波 对 那个 那个 那个罐装 就类似啤酒罐 那样 那以前的设计是 就是 现在还是一样嘛 就拉环 拉开 那里面就会有 以前很流行的事情 然后我小时候 因为在那个 在那个环境底下 我甚至去做一件事情 好了 我妈可能不会听 这Podcast 你要原谅我 小时候 我曾经浪费过 家里很多的饮料 在做什么 我在研究 那个罐子 有没有任何记号 跟再来一瓶 再来一罐 这件事情 有正相关 就看上面 有没有什么小记号 可以看外观 就知道它里面 有没有中奖 对 然后真不幸 还真的被我研究出来 还真的有这个 小记号的 我现在是觉得 我后来念工程 可能那样 这种科学求知欲望 还是有的 就是我们去 你看那种 什么正相关 这是工程师 他们在用的用语 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观察 可是观察要做 大量的实验 大数据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喝 我们要可能喝上百罐 来得到一个结论 那我还记得 以前那个 好像是书跑吧 还是哪一个牌子 就是说 我研究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那个易开罐 你要在还没有开之前 就能够看到那个记号 所以如果 易开罐的那个拉缓 上面的那个中间的 圆心的部分 如果有一圈 若有四五的那个 那个环状 那一瓶可能就是再来一罐 所以我 我后来研究出来之后 得到心得就很开心 因为我就可以 十拿九稳的 每次喝都再来一罐 所以小时候去我们家 买东西 他就买不到再来一罐 对啊 这样也不错 帮家里 就把自己的那个喝下来 就砸砸砸砸回来 可是也花了不少 不少成本做实验 所以像我们 那可是这种事情 大概就是比如说 暑假很闲 就在家里 然后没事干 那我们一样 我们比如说 家里就打了 弄了一个小桌子 然后些些暑假住夜 然后因为我们家在山上嘛 然后很深的印象 就是有虫鸣鸟叫 然后整个夏天 都是那种虫的声音 所以虫对我来 那个蚕啊 不能讲虫 蚕叫声 夏天你知道很多吗 对 尤其你住郊区的话 更多会很习惯 然后就觉得 这就是夏天的感觉 甚至夏天有一种味道 不是寒臭味哦 是那个午后雷震雨 玩那个味道 那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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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啊 但是下完雨之后 就是会有那种味道 没错 对 那个也是 像最近前一阵子 缺水就很需要那个味道 对 然后夏天 真的夏天有夏天 那自己的味道 不管是说是泥土啊 或者是草 或者树什么 我就觉得夏天 你就很能够感受那些夏天 那 家里你知道 为什么要暑假吗 因为 小时候听 就是大家老师讲 就是因为太热 是吗 太热 然后会没有办法 让大家专注学习之类的 那就干脆让大家放假 对啦 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啦 因为 真的 可是现在夏天又更热 对 大家都在冷气房里面 其实 对啦 所以说 我说有时候很多学校 现在不需要去 编列暑假这件事情 因为意义不一样 就是 可能也不需要 避暑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暑假是必要的 但是我讲的暑假 是比较像以前 我们那时候暑假 你们现在有什么 暑假 然后 也都在学 对啊 那就是挂 没有假到 就是暑假 就是挂羊头 卖狗肉 就是挂了一个假 然后但是好像 好像要放假 那我 我讲实在 我这个人是比较 喜欢 就是说定义 那个是假期 然后很舒服 这样子 所以 像以前我那个年代 就是说 比如说去阿嬷家 然后去乡下 然后去乡下 有没有地方玩 然后就我们会去西边 喝什么瀑布啊 然后去抓虾 然后 就是 我讲实在话 就是那天我还跟 刘小凯聊到 就是说 不插电的游戏 不插电的玩具 可以玩最久 像那个补虾的器具啊 什么补充的啊 那个放 然后就有很多乐趣 在这里面 对 副充电的玩具 玩最久 对啊 那你看那个 家里如果是有电的 像我们家 比如说从什么 乌鱼啊 怎么开始玩 然后玩没多 又出新的 对不对 那一套旧的 早就不知道 到哪边去了 然后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 我刚才有跟你 你刚才有理到 就是下令营 营队这件事情 那对你来讲 可能就是 你就算有参加 也是 当日玩 往返 对不对 就是如果有去参加 也都是那种 比较小心的营队 可能一两天啊 就结束的那一种 我们以前的营队 就是说 以前的选项不多 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品牌 叫类似 救国团的下令营 然后他就 我们在比如说 学校的时候 他就有那个招生减章 然后你可能无法想象 那招生减章 营队啊 那个打开 那是用折的 蝴蝶折那种 然后要整个拉很长 然后大概 A面加B面 你可以数出来 大概四五六十个营队 这样子 选择很多 对 然后有什么知识性的 艺文性的 然后 这个挑战性的 野外营队 然后那时候 最受欢迎的营队 大部分都是 类似那种 中横践行队 然后什么 战斗营 对 然后百分之百 这些营队 一定是 都是在外面住宿了 那时候我们很难想象 营队是还要 家长接受 没有这回事 就是你 你付 但那时候付的钱 那种营队也不会贵 大概就 均价 大概比如说五天失业 顶多三四千就算贵的 那真的很便宜 对啊 以 现在来讲 你看你不住宿都三四千了 对 然后你住宿 然后那时候其实 我想跟家长的心态差不多啦 就是说 还是都很想把小朋友往外送 想要 宿也休假 自己也放假 对 而且你看就是送出去 晚上都不用去接 那个是最好 那以前我们的年代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是类似 比如说 你的高中时期 那我的五专时期 就是我们大概 十五到十八 差不多 十八到 大学就十八到二二嘛 那我是比较早 是因为我国中毕业 就直接衔接五专 所以我就是差不多那个年纪 那 那个时候 营队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 暑假很重要的回忆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在营队里面 交到男女朋友 像那个践行队 大家会怎么喜欢去 比如说践行队 有时候他们可能七天六夜 然后可能五天四夜 然后 践行通常就是 就是苦差事 就是男生要向 女孩子试好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帮他背背包 听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充满了 好青春哦 对 有没有觉得 以前那个时代 那种暑假 好像是最好的 连移交友的时段 对啊 而且 很多机会耶 这样 对 没错 那我就说 因为以前有这样子的 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会觉得 暑假很暑假 那我自己本身 比如说我们 我自己是在砖山的时候 去征选那个 假期活动服务员 然后因为以前就觉得说 哇 那个大哥哥 大姐姐带我们 就觉得好有 好有感觉 就是好想成为他们 然后那种荣誉感觉 或者说那种 非常的风趣啊 带团康啊 反正就觉得 那个就是 我们那年代的偶像 所以那时候我也立志成为他们 所以我后来也成为了 假期活动服务员 那所以我的 后来我从砖山开始 大概 因为砖山 我有三年的时间 大概整个都获在营队 所以那几年 我很对不起 我爸妈 因为暑假 我都不在家里 没有办法帮忙 超忙的 因为我有 N个营队要带 就一个营队可能要带 带比如说四五天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们不是一个营队 那时候我们非常忙碌 业务非常的多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我接那个队长 那就更忙 因为每个营队 我都要去探班 然后跟你分享一个 有一个营队 对我这印象难忘 就是说 我带过一个营队啊 我在五星级饭店 整整住了一个月 一个月 桃园以前有一个 五星级饭店 叫做宏喜大西别馆 现在他改名字了 还是那个样子 他以前是 高尔夫球场 去做一个 也不算改建 他就是他的 他的饭店本身 就有18栋的 高尔夫球的那个 超级大 那他真的 占地很大 对 而且超级贵 五星级嘛 可是我住了一个月 而且 如果是营队的话 所以都是 不用自费 是吗 如果我们是义工 就是服务员的话 当然不需要自费 我们还要领薪水 对耶 但是我要讲 以前到现在 救国团的服务员 一直有一个传统 我们都只领一天 100块的象征性薪水 就是那个薪水 你会觉得外面 7打工 一个小时来都超过那一种 但是我们会 我们还是甘之如矣 我们甚至去争取那个很多 那样子的机会 因为那个100块 那有时候会付你200块钱车马费 假设你大概五天就500 然后再加200 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领700 然后700一瞬间就不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服务员会约约去什么 好乐题钱贵唱歌 有没有 最后大家要散掉之前 可能在 对对对 搞不好 对大家聚会一下 结账的时候搞不好 那时候唱歌还不便宜 如果你唱歌 剩两小时下来 好像也是差不多 所以那个七八百就没了 大家凑一凑就没了 对对对 那可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怎么讲的 很青春 对就是 我现在讲起来 实在是有点愧对你 因为我觉得我的暑假 听起来变成暑假 充实很多 真的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收敛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的暑假 现在大部分这个世代的暑假 年轻人暑假 可能被安排得比较紧凑一点 然后充实一点 可能有一些 学校教育或记忆的学习 那我们那个年代 比较奔放一点 然后比较自由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暑假 既然给了老天 给我们这两个月 我们这个两代之间 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时间 最好不要浪费掉 对不对 两个月能做的事情 还是很多 对 就是 虽然说你们现在 比较不像暑假 可是至少你还可以 至少不会像平常 排课排那么紧 然后稍微有一点 比较松一点 老师也会觉得 现在是暑假 那我们课程可能就 比较不那么赶 或者是带比较多活动 轻松一点也是会 对啊 所以说你就可以训练自己一些 就有些东西 你们要实现的 至少这两个月可以实现 像以前我们就是上课都忙于课业 没有办法 不是啊 没有办法好好的交际交友 那暑假的时候就透过 各位你要知道 就是以前我们 想要成为那个大哥哥大姐姐的 另外一个原因 他也就是说 感觉好像比较容易交得到 异性朋友 就跟参加那些营队的 对你不晓得在营队里面 那种同甘共苦 然后不管是学员自己 或者说我们服务员自己 一起去办理一个营队 其实都很容易有情愫的产生 革命情感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即使我们不是在所谓的充电 不是真的在进修 可是我觉得那个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 年轻不要留白 我有听过歌没 好 对就是 还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想想看 从国小 国小当然有国小的过法 然后国中 高中大学 其实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自己会觉得 不管你怎么玩 我怎么玩 简单来讲 不要让时间就这样子不见了 然后不要到八月底 才想死定了 九月份要交出暑假作业 然后什么都没做 怎么办 对对对 我给一个建议 你给一个建议 给大家 比如说你这个世代 你给大家一个暑假建议 那我给的建议是这样子 你这两个月 你做好一件事情 比如说 拿把吉他 练好八个和弦 或者练会一首歌 那你就慢慢做 那你想想看 你两个月至少 会弹一首歌 最近 你的妹妹的 你的校友 来跟我接把吉他 据说他最近 已经练会了一首歌 对 然后他最近也很顺利的 听说有申请上 他理想中的高中 那现在是暑假 他就往这个方向努力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就是暑假 你不要想太多 什么 不要给自己定一个 做不到的题目 什么看完十本书 什么 学会什么一项技能 我觉得有时候定太高 你自己做不到 你也会很挫折 所以我自己会建议说 找一个简单 比如说 学会煮三道菜 或者是 能够做一道 自己的拿手料理 那甚至于 你平常不会做饭的 学会煮饭跟煎蛋 你知道 会煮饭跟会煎蛋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可以有很多变化 你就可以从 蛋炒饭 蛋煲饭 蛋花汤 因为我小时候 第一件学的就是 蛋料理 蛋料理 我也是 好像有一本书叫做 什么 如果冰箱有蛋 还是什么 就好像 我没有仔细去看 但我觉得它书名 蛮有趣的 听起来就是 只要有蛋就可以 让自己不要饿死 那我 还有 还有就是 你泡面放颗蛋 对 也就够营养 所以我觉得说 比如说你学会 一个小小的技能 这两个月就好了 然后就成就达成 然后有很 如果你学生毕业前 有五六个暑假 那就有五六个技能 如果你学音乐 学吉他弹钢琴 你至少会弹五六首 七八首 好 我的建议到这边 你呢 我吗 我觉得时间分配 还是最重要的 两个月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一下咻就过去了 还是要好好的分配 其实不管是暑假作业 还是像刚刚说 学一个技能也好 可能说 可以 我觉得可以每个礼拜 或每一天定个小目标 比如说我 进度要到哪里 可能是我生活 本来就想要过的规律 可能会想说 我就算是暑假 我也会想要 比如说七点多 就起床 我不会想要特别说 那我睡到中午 你真是一个 不会浪费时间的孩子 我想说 好那我 因为我平常 像我高中 坐校车的话 其实我五点半左右 就要起床了 超级早 然后我现在突然 七点起床 对我来说 真的是多睡很多 所以我可能七点起来 然后可能 吃早餐弄一弄 摸一摸 好那八点开始 做什么 做什么 然后我可能会 定一个简单的行程表 虽然不一定会 每天都压时间 就比如说 我就八点就开始读书 之类的 至少有个表 可以让我照着他做 我就会觉得 我的时间 比较没有那么浪费 不会觉得你过完 一个暑假状况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所以简单来讲 叫自律 就是说 尤其是时间上的自律 对 不然很快两个月 就不见了 对 你看现在手机 然后一打开一个IG 打开一个什么东西 滑一滑 哇就没了 漂亮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棒 好 我来总结一下 其实这一小段的节目 就是不仅只是分享过去 我那个年代的暑假的氛围 跟现在暑假的一些 某一种 当然我们都是很众多type 其中一种 但是我们两个 也给大家一点分享 跟建议 就是说 我的建议是 通过暑假 要求或者是 想办法逼自己 需要一个技能 或者是 做好某一件事情 搞不好哪怕只是 把房间打扫干净 这很重要 就是让暑假有成果 可是我觉得 嘉爱他提到一个 更重要的是自律 尤其他提到时间自律 因为我刚才讲 是成果要做事情 可是如果你自己 不会规划时间 那根本做不到 所以暑假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间规划表 就是什么时候 该做哪些事情 那个自律的时间规划 要先出来 才不会时间到 又八月底了 对啊 然后真的会 手忙脚乱到时候 对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呢 谈这个 世事难料的 这个题目 叫暑假 那如果大家有 什么样的一些 对暑假不同的想法 也欢迎在 这个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 跟我们去分享 那喜欢的话 帮我们这个 这个按个五星 然后这个 留个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还有陆续 有很多的话题 要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集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咯 好吧 我们一起跟观众朋友说 拜拜 拜拜 东南西北 指方向找故事 真人生 指北生一起 美好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